GT-R飆国道,炫耀,路灯光,便一条线 收起来就会起来啦 你有看到那是什么车吗? 米桑的GT-R超跑,性能极优,有东营战神之称 包括已故好莱坞男星保罗沃克也疯狂喜爱 本周日,点数上竟出现一段GT-R在高速公路狂飙的画面 破问中还炫耀,第一次发现车子的加速,可以快到让我看高速公路的路灯光竟然变成一条线 影片一出,有超跑迷大赞太猛了,但也有人痛批违法超速 有钱买GT-R还改车,却连最起码尊重其他用路人的同理心都没有 这叫早死,有时候其实到天堂的路也是一直线 苹果昨天联络上车主,伟成国际公司负责人尹伟勋 他承认,当天是由美国济师,在中山高超原路段试车 从时速80公里,催到226公里,要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国道警方表示,超过最高速线60公里,属于严重超速 八环一律8000元,危险驾驶行为可发24000 如果影响公共安全,还可以公共危险罪松办 动新闻综合报道 苹果爆料拿200万,第一周冠军出炉 恭喜高先生独得奖金20万元,点阅数25万次 一组部特别讲,一小姐独得奖金10万元 爆料一举数的6月每周20万 月冠军大奖200万等着你